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情而行 为什么要盗走房产证 我不需要解释的 他们做了狠狠就狠狠吧 那是他们保命的 如果你没有调戒来调的 千里当中不要捧我 你到底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等不了 这个是让他爸知道 可怜老公公即将要流离失所 俺这几口都穿起去他 如果逼着我 逼着我 逼着我死了 逼俺 就救我 失踪丈夫又会不会揭开其中真相 因为我们不去面对的 你们真的应该为这个好爸爸 好丈夫 好儿子而感到骄傲 我所有为难的 我父亲那头年龄也大 家庭条件都会难 我亲的那头 他们都 哎 没发生 难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 尽人是知天命 可以用三个字来表示 那就是难 难 还是难 我们应该全场给他一个非常响亮的掌声 马上播出 辽宁卫视复合天使之 儿媳偷走了我的房产证 您的复杂问题我们合力解决 大家好 这里是辽宁卫视大型公益服务节目 复合天使 我是李小枫 欢迎您的收看 节目的一开始 马上认识一下 今天的两位首席调解员 我们欢迎贾明君律师 志玲女士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大众调解团的各位成员老师 我们欢迎社会学者 姨伟 资讯媒体人 刘志军 人民调解员 田万石 心理医生 吕晓静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彭小辉 欢迎各位的光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的规定 今天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具有现场监督的权利 欢迎大家的光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养儿防老 但是呢 家住辽宁府顺的 有一位75岁的老人 现在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 她的儿媳妇要抢走她的房产证 而这一切逼得她的儿子人间蒸发 而她和自己重病的老伴 现在也面临着要流落街头的境况 到底这个儿媳妇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疯狂的举动 还是背后能有隐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发挥的报道 这位情绪激动的老人叫佐传恩 已经75岁了 我就要活不了了 让儿媳妇把我的房票给拿走 不要给我卖房子 不要给我卖房子 在和佐传恩的交谈中 我们得知 儿媳妇刘春前一段时间 经常跑到家里来 逼她卖房子 来了三十四次了 最后来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房票拿走的 他就说是用钱 要卖我的房子 我不给他 后来他是自己把房票拿走了 现在我这老两口子 要是把房子那样桌上拿住去 他不逼着我 逼着我死了逼着我呢 佐传恩告诉我们 这房子万万不能卖 因为对于他和老伴大儿子来说 房子就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全部依靠 但是让佐传恩左右为难的是 如果答应刘春卖掉房子 老伴和大儿子将无处安身 如果不答应 刘春就会和二儿子左纪远离婚 儿媳妇说了 如果你不卖的房子 我就和你儿子离婚 儿子最近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多礼拜也没见面了 我也不知道上哪了 你是哪有中安心的儿媳妇 他不敢中我儿子就是他要披走的 如果儿子找不着 我也不会放过他 儿子左纪远究竟去了哪里 儿媳妇又为什么要如此狠心的 把左家人逼上绝路呢 刘春这种种做法的背后 会不会又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一位75岁的老人 竟然被儿媳妇逼到 要流落街头 我们从刚才的短片当中看到 这样的儿媳妇实在是让我们听了 非常的气愤和揪心 难道他真的这么恶毒吗 今天呢我们的老人家也自愿来到了 我们复合天使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就有请左纪远先上场 来 有请 小心台阶啊 慢一点 好 75岁的左大爷出场的举动 让现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恐慌与无助 我们不禁想问 究竟是多么狠心的一个儿媳 才会逼着公共在晚年在众人面前 做出这样的无奈之举呢 左大爷您好 是这样 我们想先问一下 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您的目的是什么 您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现在这个 我儿媳妇要我卖房子 他说你要是不同意卖个房子 那我就跟你儿子离婚 所以左大爷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今天来的目的 第一个是 你希望把这个房子找回来 第二个是我们听说 您儿子现在也不见了是吗 是 所以您今天来的另一个目的 是还要找儿子对不对 对 这个头几天你给我来个电话 问我 说这个 左记员这个 上你那儿去了没办 我说的 我当时吧 我说他没来啊 实际上有十几天嘛 我儿子没来了 我说你呢 他什么时候走呀 他说这也走了 这个十那天了 所以问你 我说对他没来 后来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嘛 这个大爷就是 第二天左右 我儿子就来了 来得早 我正好来我问我 爸 我有个事跟你商量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你把房票给我 我说要房票干了 他说我要那个房票 我要卖房子 卖钱 我要钱 我用钱了就来 我说咱就去捡房子 卖了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 说你妈 他精神不怎么好 你大哥还叫扯创 我呢 就挣这个 这个什么老保险 这一千五百多块钱 你要卖个房子 我也没有地方住 将来咱要买房子 咱这一 我这个工资 你说将来 咱得多少年 才能买上一间房子 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大概值多少钱啊 要现在卖吧 怎么说也能凑个七八万块钱 您有没有问儿媳妇 为什么缺这七八万块钱 为什么他要卖这个房子呢 他不说 他就说是用钱 卖房子用钱 刚才您说 您老伴 身体还不是特别好 就是文大体检 送的这个 精一下 他就精神就不行了 一直不太能自理 那您刚才说 您的大儿子 也需要您照顾 我的大儿子啊 他身体到现在 今年是36岁 36岁呢 他体重才有90几 完了你这个92年的时候 又跟车串了一下 这大脑就 就就 呼里呼里了 就我 这一家 这四口儿吧 就得我住的 所以您刚才跟我们说到 儿媳妇来找您 要卖这个房子 您是坚决不卖 我要卖这个房子 我上哪住去 也就是意味着 不光您没有地方住 您老伴 还有您的大儿子 都要流落街头了 都没有地方住了 俺这几口儿 全只是他住的 你说俺们的地方 如果要是买这一间房子 我得十年才能买这房子 我这十年还得 咱们都不吃不喝 才能够买这个房子 那不客观的 难道说你不吃不喝 你这十年 那人还能活吗 那他都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 来卖房子呢 这个这不是吧 头一天就来了 跟我要这个房子 他不就走了吗 过了两天吧 那个房产头的铁路 那个就是那个 卖房的那个广告 电影馆上也有 我一看那个新的广告 早上起来 我出去 这个散步 我看到了 一看是 我的那个房子 下面是 这个联系人士 是我儿媳妇 刘晨 这样呢 我就赶紧往家跑啊 我看我的房票 我都一看 一找房票没有了 我都知道 肯定是他拿去了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 儿子这十几天不见 是被儿媳妇逼走的呢 我也找他来打 这个打了电话以后 我就 我也找了什么 儿子这个 是不是因为这个 说卖房子的事 他们几乎了 儿子就走了 我这个事就一直 我打电话 他那个单位也联系不上 所以您现在找不到儿子了 找不着了 那儿媳妇在哪里 您知道吗 儿媳妇来 来他娘家住 去他娘家住 那您有没有去他娘家找他 把房间这样要回来呢 他娘家那个地方吧 我还没去过 哦 明白了 所以听了老人家 讲了刚才家里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房子 对老人家有多么的重要 但越是觉得 这个房子的重要性 我们就越发的疑惑 这个儿媳妇 为什么要强烈的 去抢老人这一个 赖以生存的地方呢 几位老师 凭你们的判断 说说你们对于 这个事情的看法 一位老师 这个事情不光是 社会公共道德 不允许的一件事情 这个恐怕是 与我们基本的这个法理 都不容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已经伤了他的命根子了 一上台 那么激烈的动作 我们都觉得接受不了 不管怎么样 他就算不是他的公共 是个普通的老人 也不能用这种办法 把房产政 想办法骗出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都是不可取的 要我看 这就是天理难容 年纪轻轻 轻手力脚的 不自己赚钱去买房子 竟然要卖老人的房子 这还有天理吗 还有人性吗 其实事情进行到这里 我想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聚焦在这个 儿媳妇的身上 到底这个儿媳妇 为什么会有 这样疯狂的举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 进一步调整 逼迫公共卖房子 逼走丈夫 偷走房产政 这些都是左车 列举儿媳妇刘春的 种种恶行 那么刘春究竟是 怎样的一个女人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找到了刘春 这是女生是吧 是 我是那个电视台的记者 你好 你公公他讲 你把房票拿出来 是怎么回事 我把房票拿走的 因为我要卖这个房子 所以把房票拿走的 为什么卖房子 谁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他爸的房子 但是吧 我现在继续用钱 我知道这个房子 对它很重要 他爸当初 这些许多程度 都没有兑现 而且我现在就 而且我现在就 我的房子 是放安全感 所以我要把房子卖的 我不需要解释的 他们说很毒就很毒吧 我也没有办法 已经办法 比较就是程度上的 是什么事情 你们家出了什么事 我们家没出什么事 如果没人说 我先走的 对于卖房子的理由 刘春欲言又止 但是从刘春的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真的缺乏安全感 更多的像是 因为什么事情 即需要用钱 那么刘春不稀和公共 甚至整个左家 对立起来 要卖掉房子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那左大爷说 儿媳妇逼走儿子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你丈夫去哪儿了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两天嘛 他天天不早点 所有人都是 唯一女人在扛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我也扛不起他 天天还这种 负责任的男人嘛 我不要也罢 他死了更好 死了好 死了也越无 他去哪儿 你没找过他吗 我现在不想闹他了 因为他这种男人 他不负责任的 你担心什么吗 我觉得 我主要就是担心他爸爸 我怕他爸知道了 我怕他爸受不了 后面能够先走呢 你想的是什么事情 你说什么事情 我们帮你 我们帮你 想办法呀 我现在需要 我现在心里 不要担心我们家的事情 好吗 没有事我先走呢 我们不是干涉 尤春 到底怎么回事呢 急匆匆的消失在人群中的流出 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 他对自己要卖房子的举动毫不避讳 但对于为什么要卖老公公的房子 他的解释又含糊其次 那么在他欲言又止的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是的 看完这段短片 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很纠结 我们都在想 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在外场找到了刘春 希望他能够归还这个房产证 但是刘春还是予以了拒绝 我们觉得他的背后 一定还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呢 刘春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现在我建议大家用掌声来 有请刘春上场 来 有请 您好 刘春 你好 来 这边请坐 这样 我想问问看 您今天来我们节目 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选择就是需要 就是想让那爸买房子 先问一下这房子是谁的 是他爸的 那您为什么非得卖呢 他爸说话不算数 我很来气 他原来说了什么话 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出对象前吧 我第一次上天下去 他爸说了 说等他俩结婚前吧 所以给大家买一个房子 可是当时我跟他 说结婚的时候 这房子也没买上 住的还是平房 还是跟平房姐姐婚 所以我心里非常来气 他爸必须把这房子卖了 您跟您先生 在一起结婚多久了 不说说在哪个时候做话 不说说 当时咱们不这么讲的吗 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吗 当时你不说 当时你不说 就是买房子吗 房子买了吗 你不当时你买吗 你也知道这个情况 咱讲的情况 你也不是不知道 对吗 老六 当时你这么说的 你们老爸 当时你不说我买房子吗 不是说买房子 咱得条件具备了 就是说 你这段不是 将来你要上一个 什么地方去打工 咱要老五的挣给钱 咱们大伙 凑合一块买 现在咱们都没有这条件 那我现在就需要房子 所以想你把房子卖了 我问一下 来 我问一下 你跟你丈夫 在一起结婚多久了 我们俩结婚两年了 两年了 是 按理说 你如果一定要 老人家兑现承诺 在结婚的时候就要兑现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坑结上 非要要房子呢 因为什么 因为我始终认为 他爸能 他爸的时钟离间 会对出承诺 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爸时钟 没有对下这个承诺 所以你等不了了 对 这个等不了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影响到你 我现在就是急需用钱 您为什么急需用钱 您方便跟大家说说吗 这个吧 这个我 你知道我怎么说呢 我现在吧 这样 知不知道这个房子 对他的重要性有多大 我知道这房子对得很重要 但是 如果你老人你腾落了 你不对下腾落 我就要你把房子卖掉 你知不知道 你要了他们的房子 就跟要了他们的命一样 你年纪轻轻 轻手立脚的 你干嘛不去自己挣房子 凭什么跟老人要房子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有这个资格 你看他都多大年龄了 什么有这个资格 你问文律师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在法律上 有这个权利跟义务吗 我有这个权利 因为他爸当时承诺了 承诺了 你就得必须直接承诺 他怎么承诺 他说有条件给你买 他们现在有条件吗 他什么条件 你看不见吗 他们自己住的那个地方 都什么样了 那是他们保密的房子 如果你没有条件买房子 请你当时不要承诺 如果你承诺了 你就必须对付承诺 他们说了承诺 但是说了承诺的期限吗 过几年条件好了 房子肯定会给你买的 你急什么现在 过几年 他爸说过几年 我想问过几年 过几年 他只要给你买房子就行 你现在年纪轻轻 你有什么等不了的 我肯定会等不了 你现在逼他们买房子 你逼他过几年买房子 他过几年买房子 这样咱们你们先听一下 因为事情还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刚才刘春讲到了一个关键点 他说他等不了了 对 你刚才也说到 你是急需要用钱 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等不了 非要急着用钱 这个事情让他爸知道 左老爷子您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呀 你说 知道我知道什么 你都不说 解明白 这样 你在跑步走的 我只能怎么买你说 好 这样 其实通过刚才的交谈 我们能够感觉得出来 刘春虽然态度很强硬 但似乎他一直有着什么苦衷 他不愿意在这个大庭广东之下说出来 这样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公卫国的调解法 我们的当事人其实是有权利来选择 我们的一个调解员 来跟他进行密室调解 我们现在伟播这个志玲老师 您跟我们刘春一起去密室 然后看看刘春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好不好 我们委托志玲老师 刘春一方面态度极其强烈地要求公共卖掉房子 一方面又极力回避自己卖掉房子的真实目的 他这种极为矛盾的状况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呢 通过在密室里推心致富的沟通之后 从密室中走出来的两位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 现在我们看到志玲老师已经回到现场 老师你是哭过了什么 我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的恨刘春 我觉得她是个狠毒的女人 觉得她太没良心了 要把自己的公共婆婆给赶到大街上去 但是我听她讲述完了她的苦衷之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全场给她一个非常响亮的掌声 几分钟前还针锋相对的两人 从密室出来都泪流满面 密室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的首席调解员志玲 对刘春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刘春一意孤情地要卖掉老公共房子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巨大隐情呢 也许大家还不太明白这个掌声为了什么 但是我也想在公布这件事情之前 先请我们左老爷子平静一下您的心情 因为有一件事情可能出于无奈 必须得告诉您他的真实状况 但是您一定要保持稳定的情绪 就是我们这位刘春 他宁可所有人都骂他狠毒 也不想告诉您 就是您的孙子 现在心脏出了一点小问题 但是目前确实是比较危险 如果不晚上做手术 可能随时会危及生命 所以说他才被迫地想要卖房子 因为实在筹不到这笔钱 但是他不想告诉您 他怕您担心 怕您受不了 所以说他宁可自己背负一个狠毒的骂名 只要能救他的儿子 他什么都豁出去了 所以我说其实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母亲 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宁可背负所有的这些罪孽 所以我刚才建议大家给他一份最热烈的掌声 你把房子弄坏了吧 你把房子弄坏了 就是我这四十八 就是这样 你把房子弄坏了 你把房子弄坏了 儿子 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嘛 我呢 这房子我还是不能买 你得理解 得谅定我 一直以来 刘春都背负着极其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真相大白之后 他在现场再次请求公共 为了给孩子治病 把房子卖了 可是百感交集的左承恩 依然没有答应儿媳妇刘春的请求 在房子和生命面前 这对无助的恭喜 最终又该如何抉择呢 刘春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因为身体的原因 可能以后不能够再怀孕了 所以说这是他唯一的孩子 他也说了 不论怎么样都一定要救他 我真是觉得为了儿子 又为了家庭的稳定 一位母亲能够做到这样 真是特别的伟大 真像是那句话 一个母亲为了儿子 可以不要命 也可以不要脸 我知道这么说你得吧 很不公平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一般大夫说我不能再生了 我们明白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得点是高血压 已经大夫说你要再生的话 就可以又直接要命了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刘春在顾虑什么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 来思考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来问一下刘春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孩子的病情 孩子得病多久了 孩子是早产 他刚出生的时候吧 医院没有高血压的心脏病 本来感觉孩子出现不早之前 马上我就发现孩子鼻子不脱气 马上我就领孩子 上我们当地的医院去了 他当地医院去 你当地医院一看吧 说你孩子太小了 所以我们不能给你吃 你去往沈阳走 这么久我就领我的孩子去沈阳了 当沈阳盛京医院的医院大夫说的 这个孩子说得了肺炎 得需要治疗 我说那就是治疗吧 我说那个沈阳盛京医院大夫说的 你儿子把心有点灿动了 我给他做个心脏采招 完成一做心脏采招 医院大夫就说了 说我儿子四根膜血省七点多 说得需要做手术 完了后来 我就上那个医院去打听了医院 打听完之后 当时就问下一个人 我真的我不敢想象 医院大夫说的 你家孩子太小了 就吃点二十万包点 就是把我这个身体卖了 我都不止这个钱 我拿他们给我儿子做手术 医生有没有说 如果这个手术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孩子的健康会好吗 如果这个手术做成功了 如果那个手术成功了 孩子会健康 就能活过来 如果这个手术不成功 那么说明这个孩子也就没有了 但是我愿意去赌一把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不希望他那么离开我 那你现在还是希望公公能把房子卖掉 救你一把吗 我还是希望他把房子卖掉 因为毕竟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也没有办法 你刚才也说了 你也知道公公现在的情况 如果他们把房子卖了 你让公公婆婆 还有一个 应该说是你的孩子的大掰 他们住哪呢 如果我爸能够为了他这个孙子 把这个房子卖了 我尽量我自个儿 回我两家住 我给他租房子租都行 刘春今天说出了 他坚持要卖房子的原因 他也希望公公能够答应他 为他这二十万保底的一个治疗费 增加一点点的力量 我们现在问问左老爷子 您愿意把房子卖了吗 我现在吧 我得想哪个这样 现在我这个房子要卖了吗 我对你老伴和我的儿子 大儿子怎么办 我要救了孙子 我就不要老伴了 但是刚才您儿媳妇说了 如果您愿意把这个房子卖了 他愿意回娘家住 然后给你们租房子住 您看这样行吗 租房子住这个事吧 就不客观了 他现在没有工作 他们欠的债 老五就得还几年 完了我就点钱 三个人生活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租房子钱也没有 他锁给我拿钱 那也就是这么承诺一下 就像我那个承诺子 也是兑现不了的 这回是兑现了 我将来怎么办 我现在卖了 老伴我这个体格就不行 我这个有这个飞气种 一到零下二十度 哪年多年都有 就不能出乎 好 现在场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 但是现在双方的意见还是不统一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手机调解员 针对于目前这样的情况 咱们应该怎么调解 从理性的角度 我个人还是认为 我现在还是倾向于 这个儿媳妇这边说 不管有再大的困难 先救人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是不是说 可以考虑租房子这个方案 这个呢还是希望 老人家要多考虑考虑 毕竟孩子是命 就是我们两家都是特别特别的艰辛 但我想这里边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们刘春的丈夫 这儿媳妇为这个事 都已经承担了这么多 老父亲七十多岁了 还在为这个事情纠结 那么这个最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呢 他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认为 我常常会找他 也没找到一个人 他有多久没回家了 他那儿十六天没回家了 十来天 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呢 我不知道 想不到 那你觉得 他这么一直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是太丑了吧 因为孩子手术费用太高了 刚才两位手术调解员强调的 这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孩子的爸爸 老人的儿子去了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我们做的进一步调查 父亲佐承恩讲 儿子是被儿媳妇刘春逼走的 儿媳妇刘春讲 丈夫佐纪远是面对困难 不愿意承担自己逃走的 那么佐纪远到底是因为什么 而离家出走的呢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 他们在找你 我一直在场 晚上晚上去 因为这段时间 你知道家人的情况 现在什么样子了 知道 那你永远不会去面对了 老公 先不要拍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佐纪远在我们采访过程中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晕倒 随后我们将其送进医院 医生说 佐纪远因为过度卖血 而造成身体严重贫血 因为已经无法隐瞒 佐纪远从医院出来后 也说出了他为什么离家出走的实情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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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十几天以来孩子在医院里面 妻子和父亲都找不到你 你想他们吗 想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也没有办法 我筹不来钱 孩子需要费用 我现在头一次的教育费用 就给我信用卡里透出来 实在也是没有钱 我也只能先去想办法 那您知不知道卖血的危害 大概还知道一些吧 但是也不太了解 那您是怎么想到非要去走到这一步的呢 实在是没有的 我这公子 当月开的公子也就投进去了 都给我儿子交了一养费了 我也没有 而且我听说 他们您的妻子在生儿子的时候 就已经在外面借了钱 有十几万还没有还 我当时就借 因为当时我家里头也没有什么钱 我父亲吧 就是当生孩子那边他知道 当时就是给他拿了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钱全部都是借来的 其实出了问题 我觉得通常大家都会跟一家人好好的商量 你为什么没有跟家里人商量 选择自己一个人出去 我也知道他那时候的家庭状况 和我父亲那时候的家庭状况 家里头实在也没有这些急剧 你要是再比的话 就是要父母的命 但是现在你的妻子跟你的父亲之间 确实因为房子产生了分歧 你知道这个事吗 我想都能想到 想都能想到 那你有没有想到 怎么来处理你这个家里的问题呢 最重的问题都是孩子 但孩子的问题 要是能解决的话 我家庭也就 实在其实这个问题 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们家庭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毛 其实确实怎么解决现在的办法 一直是困扰着佐基远现在的一个问题 从我刚才跟他对话的状态中 我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的身体 还是非常的虚弱 在我们助理调解员的手上 有一份报告 讲明了这个佐先生这几天是怎么生活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现在手里呢 拿着一个普通的瓶子 也许对我们来说 它仅仅只是一个价值几毛钱的废品 但是对于佐先生来说 却是维持这几天生命的必需品 他每天喝大量的水 因为要留下钱给孩子治病 所以他每天只吃一个馒头 并且其他的就用喝自来水来填饱肚子 我想对台上的两位说 你们真的应该为这个好爸爸 好丈夫 好儿子 而感到骄傲 其实今天真的录影这场节目 我有很多的感动 但是光有感动没有用 我们今天毕竟还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 我想再听一听 场上三位当事人目前的诉求 我们先听一下妻子刘春 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我现在的诉求 还是希望他爸爸房子卖了救了孙子 那你呢 佐先生 不太希望的 因为我父亲家里的状态百分 这房子卖了 他们在这没有地方住 佐大爷 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这个事吧 这卖房啊 我想就现在这个情况吧 我现在有很多 我也这个承受不了了 我又说了 我说了卖了房子 回去 我让儿子 大儿子喝他妈 糊涂糊涂的 他们要不去钱 这也是不好办的 他们也是说不清 好 那现在针对厂商的这样的情境 我建议两位手机调解员 跟我们大众调解团的各位成员老师 一起来合育一下 因为孩子生病 原本何故的一家人 在房子是否卖掉的问题上 有重大的分析 面对柳春 我们不能剥夺一个母亲救孩子的权利 面对佐承恩 我们也不能让七寻老人居无定所 看到父亲和妻子的坚持 左纪元显得非常的无奈 他依然不知道 他该怎么来协调家庭的关系 他更不知道这个家庭将来应该何去何从 面对如此纠结的家庭矛盾 我们的调解团又将给出一个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好 现在我们回到了演播室的现场 我们请首席调解员为我们讲述一下 刚才密室调解的结果 好的 我现在手上呢 有一份协议书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 协议人甲方 佐承恩 协议人倚方 刘春 佐纪元 协议人之间为公习关系 因家庭成员间的救治事宜 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 佐承恩在本协议签订15日内 协妻子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若佐承恩之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佐承恩承诺做通妻子工作后 将房产出售为孙子治病 若房屋不能出售 则假以双方商议如何抵押出租房产 为救治治疗孩子利益最大化 并予以实施 二 佐纪元应认识到 单凭自己献血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应积极与各类公义慈善机构联系 扩大解决子女的方案和可能 三 虽然刘春出于善意 提出出售长辈房产的要求 但其处理方法过于直接简单 因此本协议签订后 刘春应和善对待长辈 孝敬和尊敬公婆 好 谢谢 我要询问一下 今天在场的三位当事人 听完了刚才首席调解员的这份宣读的协议之后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佐纪元 我对父亲 只能对父亲抱有歉意了 我自己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家庭的原因 给父亲遭到这么大的伤害 好 那刘春你呢 我首先接下来我父亲道歉 父亲对不起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把房东卖了救他孙子一命 好 我们问一下佐纳元子 我对这个港台 这个刘春说道歉 我说就不必了 因为我说不定 我理解你 我感到吧 这个通过这次的调解吧 我自己确实认识到 作为我来说 应该是 汽取以前的教训 不要轻易给子女做出倡诺 这是第二个 自己做老人的 应该移成做得 在各个方面 都要孩子们拿你做榜样 好 谢谢 如果三位对于刚才我们宣读的这份协议没有意义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签署协议了 好吗 来 我们委托志玲老师 好 现在协议已经签署完毕了 我想在最后请我们调解团的各位成员老师 也在为他们这个家庭送上一些意见和建议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话叫 尽人是知天命 就是只要我们把自己能做的不能做的 该做的 做了到做不到的 我们都竭尽全力就去做了 我相信老天爷有眼 一定会有力量来帮你们的 这里我也给这个爸爸说一句 你仅仅是看了一个得病的儿子 没有看到在这个儿子身上赋予你的那份责任 抽干了你的血依然救不活他 但是你儿子身上流的是你的血 你的责任就是站直了 别趴下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只要你有这个信念 你就是 好爸爸 看完这个家庭的事 可以用三个字来表示 那就是难 难 还是难 老两口难 小两口难 孩子更难 在困难面前 我希望你们家庭成员 团结起来 共同抗争 也希望社会能够做到一方有难 八方之源 从理性的方面 我希望抗风险能力比较低的家庭 能够进行一些相关的商业保险 那么在家庭出现风浪的时候 至少还有人可以固定的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第二从情感的方面 我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救救孩子 因为千金散尽还复来 但是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人 人是怎么写的呢 一匹而一纳 是相互支撑的 我想不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社会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都要相互支撑 那么我也希望在座的观众朋友们 和他们一起相互支撑 支撑美好 谢谢 我们常常说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真心地呼吁社会各界 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以及爱心人士 来伸出援手 帮帮这个家庭救救孩子 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不终于我们不追悄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